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要闻 印度东北部接壤缅甸以及孟加拉国的边境发生了强度 强度为6.7级的地震 当地救灾人员就表示了东部曼尼普尔邦首都有6人死亡 大于100人受伤 官员指出部分伤者情况严重 估计死亡数据稍后会上涨 不过曼尼普尔邦以外暂时未有收到伤亡报告 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近4点半 整个印度东北部以及东部都有震感 外电视引述东部城市英伯尔的居民说 事发时书本从书架上跌下来 又墙壁出现了裂缝,部分建筑物倒塌 在另外一个城市古瓦哈提 民众从睡猛之中惊醒,纷纷走到街上暂闭 有人就说一分钟内感到了两次强烈的震动 孟基拉国首都达卡尔有传媒就报道出 至少40多人受伤送院 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了镇央位于英伯尔西北面35公里 深度为55公里 报道指出应免的边境地区地震活动频繁 缅甸一边人烟稀少 沙特处决了什叶派教室尼米尔引发的风波持续 沙特外标普宣布了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所有身处西沙特的伊朗外交官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 伊朗早前有民众到位于德兰黑的沙特大使馆抗议并且纵火 当局更是将沙特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尼米尔 外电严肃消息指出沙特表示已经受够了伊朗 指德黑兰一次又一次无视于私方 是资助恐怖分子以及发射导弹 但是无人为此做过任何事 消息又指出沙特并不在意是否会记录白宫 法国期望区内领袖能够尽一切的努力 避免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德国就指出了事件令他们更切关注区内的紧张局势 美国认为外交及直接对话依然十分重要 呼吁地区领袖是采取积极的措施 缓和紧张的局势 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 泽费尔是表示了德国每年最多只可以容纳10万到20万名的难民 泽贺费尔接受报章访问时 就指出了这个应该是德国政府今年的核心目标 但是以目前情况来看要达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泽贺费尔所属的政党与总理默克尔市的基督教允主联盟是盟友 那么德国估计在去年接收的难民多达了100万人 默克尔上个月就透露了将大幅的减少接收难民 但他未有定出上限 台湾拘捕了40多人指他们涉嫌就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开赌盘 初步估计涉及了14亿元的新台币 也就是超过了3亿港元 检察官员表示 非法赔率可能会影响选民投票的意向影响公正 不法分子再将选举结合六合彩以及其他的赌博方式吸引投注 当局今天是采取行动 在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等地是拘捕了45人 其中一名45岁男子相信是主脑 旅游从业园联会以及导游总工会 布满旅游业议会新的措施 1月1号起发起的退出登记、商店等行动 旅游从业园联会农运会长林少林就表示了 行动不会会不断的升级 呼吁所有旅行社以及导游不用理会 旅游业业会的店铺登记制度 林少林就说 下个星期二会有最少100名受影响的人士 到旅议会请愿 不排除日后到立法会以及政府请愿 假如情况依旧不排除发起罢工 他认为商品说明条例不是旅议会管辖的范围 旅议会停止有关管辖 行动才会暂停 营办定点购物点的鲁胶产品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世堂就表示 已签出旅议会的新合约 但是新规定的180日退款期对生意有影响 正在查询法律的意见 考虑退出店铺的登记制度 好了 关注完要闻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整体情况 原来假期结束 港股2016年首个交易日低开了131点 至21914点 其后财新公布了10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继续的下跌了0.4点到48.2水平 消息是拖累了港股跌幅扩大 午后A股跌幅超过7% 触发了熔断机制 全天修饰 港股午后最多下跌了687点 至21,227点 收市暴在21,327点 下跌了587点 跌幅为2.7% A股暴跌 国企指数同样不能幸免 早盘低开54点之后 随即迅速的向下 跌幅在午后更是扩大至了426点 收市暴在9311点 跌了350点 跌幅为3.6% 重磅股跟随大势重挫 汇控下跌了2.3% 暴在60.45元 重移动跌2.6% 暴在85.2元 腾讯跌2.2% 暴在149.1元 钢交所跌2.7% 暴在193.1元 主板大事成交 约为738亿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出的公布表示 沪深300指数 今日下午1点33分 较前一间交易日 收市下跌达到 或者超过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的规则有关的规定 交易所决定 由下午1点33分 开始实施指数熔断 今日不再恢复交易 交易所说 实施指数垄断的品种 包括股票 基金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 但是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以及 债券交易型开放式的 指数基金除外 至于上证50ETF的期权 同步暂停交易 今日不再恢复交易 深圳交易所也公布了实施指数熔断 指数熔断持续到收市 实施指数熔断的证券品种 也包括了股票 基金 可转换公司债券 和可交换公司债券 罗宾贤涌到会计师事务所就估计了 今年将有100家公司 到主板首次来港上市 预计 集资额会达到2970亿元 创业板就预计 有30家公司首次上市 集资30亿元 罗宾贤估计 今年来港上市的焦点 仍然是金融服务业 因为中资金融机构 近年致力扩充补充资本的 渠道 令到机构考虑到 将来来港上市的集资 事务所又相信 环球经济并没有出现下行 市场环境没有出现 重大的不利转变的情况之下 相信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 仍然有望夺得全球三甲 该公司又预料 人民银行为延续减息降准等政策 加上欧洲量宽的措施 预料环球市场基金充裕 将持续流入新兴的市场 虽然内地经济增长放缓 但是相信中国仍然能够 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利好国内的业务扩展 支持两地新股市场的表现 新世界发展以及新世界中国停牌 等待公司有关收购 以及合并守则向下的消息 新世界发展停牌前报在7块6毛6 新世界中国停牌前报在6块2毛1 主席郑加纯就拒绝透露停牌的细节 说在适当的时间会有公布 也没有透露能否在本周内公布 被问到会否设计公司的架构 郑加纯就说优化架构一直有进行 又提到希望能够优化在内地的地产业务 加强在一线城市的发展 至于本港楼市今年的表现 他重申预计楼价会在10%的范围上落 人民币持续的下跌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穿了6.61的水平 早段是低见过6.615 大跌470点资 是2011年9月底以来的新低 在岸人民币曾跌至6.514 渣打香港以及大中华区投资策略组管梁振辉就指出 由于市场忧虑 内地经济放缓拖累了汇价的发展 以及关注今年环球经济不紧 加上迟迟未见有内地有宽松政策出台 都令到人民币进一步的下跌 他与其离岸人民币跌至的6.7水平才会有支持 又相信人民银行短期或会进行不干预 但不会有大规模的干预行动 因为内地希望人民币会温和向下 好了关注完所有要闻 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2度大致多云 今晚有一两阵雨以及部分地区有博雾 好了今天的新闻度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